我有一段時間在土耳其做事 吸收的烹飪和文化 我一向都很喜歡吃土耳其食物 我會用雪藏的雞腿肉 但這些不是普通的雪藏 這些是用IQF科技 什麼意思呢?它是獨立雪藏 而且用一些特別超速的急凍方法 因為細菌是60至80度 最容易入到細菌 所以很快會有熱, 馬上去到這麼多 我知道, 梓先生姐姐… 應該是… 你有點高… 一小時… 我可以入焗爐了 焗多久? 低溫, 160至180度 但一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一個小時就好了嗎? 要的… 因為肉質疊得很緊, 很密 這裡就是包羅萬有了 剛才那邊, 你看見它在焗爐裡 拿出來… 整塊的 一個雞肉柱 我想大家吃得方便 所以我設計成一個雞肉 它們用了很漂亮的包包 有四種種子 會更加香和健康 非常有限量的 有雞肉, 但同時又有魚肉 又有薄鴨 然後 add 中東辣椒油 然後有一點菜 希望平衡是好吃的 有不同的口感 有點辣辣 加上麵在下面很平衡 平衡是什麼? 平衡 有… 原來我們這個叫吃東西教中文 對, 媽媽, 我負責教中文 吃東西教中文 好… 這次我有信心 好… 吃東西教中文, 好